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豆沙鞋 无糖少油 没有任何的添加 非常健康的做法 这次浸泡了一夜的红豆 吸足了水分 把浸泡好的红豆倒入电饭锅里 接下来准备半碗红枣 去掉里面的枣盒 也一块倒入电饭锅里 加入没过红豆的清水 开煮饭键 红豆经过一夜的浸泡 很容易就能阻烂 把煮好的红豆倒入泡皮机里 打成泥 在打的时候尽量少加水 打好后倒入不沾锅里 开中小火不停地翻炒 炒至水分减少 加入食用油 继续翻炒 炒至豆沙和油完全融合 再加入第二次食用油 现在开小火翻炒 整个过程要不停地翻版 水分慢慢减少 一直炒至豆沙像这样抱团 不沾铲子不沾锅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豆沙蟹 放凉料可以直接吃 口感绵软细腻 用来包包子做糕点 红枣的甜度刚刚好 没有任何的添加 吃热也放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感谢支持